這個最早是政策會的副研究員 到這個擔任這個社發部的主任 民主學院的主任 黨的發言人 到黨主席的辦公室主任跟特助 以及這個副秘書長 那擔任這個民進黨的代理黨主席 那現在接任秘書長 系數自己六進六出民進黨中央的經歷 前內政部長劉昌正式接任民進黨秘書長 劉昌表示很榮幸受到黨主席賴靖德的邀請 接下來將全力以赴代表賴靖德深入社會最基層 因為民進黨中央不是在和平東路30號 而是在社會的每個角落 這也是民進黨的傳統價值與精神 政黨不是一個像大家想的是一個選舉機器 其實它是一群人價值的一個組合 那未來其實我會代表賴清德主席 我們的賴總統深入到台灣社會的最基層 那所以民進黨的中央黨部並不在北平東路的30號10樓 民進黨的中央黨部是在村裡 在廟口 然後在這個我們的社區 然後在這個我們的鄉鎮 我們的部落 我們的客庄 在小工廠裡面 然後在我們的公園 所以我想這個才是民進黨的一個 傳統的一個價值跟一個精神 至於在2026的選舉準備部分 劉昌認為雖然在各縣市選舉候選人很重要 但是人才的栽培更加重要 這是未來重要的思考方向 從這個上一次選舉結束到現在為止 我想黨中央做了很多的一個討論 當然在各縣市的一個選舉裡面 候選人非常的重要 但人才的栽培更加的一個重要 我想這個是未來整個的一個思考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方向 劉昌強調 面對內外挑戰 民進黨也要進化 在內政革新能依人民的期待 面對外部嚴峻情勢與充滿機會時 也能引領國家走向更好的環境與生活 這是民進黨不變的使命與責任 記者張綺藤 台北報導